好 大家好 我们又到了周末的夜话时间了 我们这个小五老师这个主持人 首先是尽心尽职尽责 这么长的时间以来 经经业业 任劳任远 不计报仇 这个独机报处以后解释 今天我只提一下这个词 但是我们这个小五老师 对罗老也从另外一个角度 在进行这个考核 进行考核 为什么这样讲呢 这两次夜话的题目 小五老师给我的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短 上一次我们张斌女士提出来的题目 是在夜话开讲前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给我的 那么今天的这个题目 是小五老师在开讲前45分钟给我的 看起来看起来要给罗老搞点 这个叫做什么呢 应激 这个反应 这个应变反应 挺好 这是玩笑啊 挺好的 那么能够提得出他的题目 至少他的关注度 他的视野 已经有了具象 已经有了具象 没有思考 没有阅读 他就不可能 去探究 也就很难 提得出具体的 题目 就很难提得出具体的题目 老师既然给我交了这个作业啊 我就尽我自己所能 把这个 这个课 把这个作业啊 把这个作业给交上啊 至于这个 质量啊 请这个 小五老师和大家 来打分 今天晚上 小五老师 给我的这个题目啊 挺好的 非常好 叫 弄潮 弄潮 中国的近代词汇啊 非常有意思 往往都是以符合词的方式啊 的显现 比如说今天 小五老师给我的这个题目 他就是一个符合词啊 弄是一个动词啊 弄是一个动词 潮 是一个名词 弄潮 这个组合 就是对 已有的现象 做出自身的反应啊 而面对已有的现象 做出自身的反应 潮啊 是大海给人类展示的一种自然的现象啊 是大海给人类的一个自然的现象 那么 水在海里边 由于风的原因 由于洋流的原因 由于大型传播扰动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 有还有一个符合词叫潮汐啊 潮汐 潮汐是个专有词啊 他讲的是什么呢 是地球基于和月亮的相互吸引的引力场 而产生的掌落啊 掌落 也称为潮汐 那么海边的人都知道 赶海一定是在退潮的时候才能去啊 你一定不要在涨潮之前去赶海 很可能就会要去动用海上110或者海上119来救援了啊 那是逆潮流而动啊 潮流潮流 就是我们人类对潮汐规律的一种观察的结果啊 当月亮引力最大的时候 就是高潮汐的时候 当高潮汐和大的台风 或者叫做热带气旋重叠的时候 就会出现大潮大浪啊 就会出现大潮大浪 我们在内地很少有这个感觉 但是沿海的家人一定会有这个感受 也有这个经历 就是沿海的气象有一个海浪预报啊 他比我们内地的这个阴晴雨雪风啊热 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增加了一个啊 潮水的水潮位高度啊 潮位高度啊 这就是潮的来源 潮因为海洋是地球面积最大的一个部分 因为各种自然力量的扰动啊 它形成了一一种能量的传递啊 我们都知道一盆水里边扔下一个外物 它就会起一个一个的圈啊 那个圈刚刚起的时候 我们能够很清楚的分辨它 但是当它浪到盆沿再回头的时候 我们就很难去判断了 所以在海边呢 还有一种叫勇啊 勇 勇就是潮 扑到岸边或者礁石上以后 返回再激励以后产生的一种碰撞啊 它是一种叠加的一种能量形态 这是今天我们先把这个话题大改啊 以我的这个有限的这个知识结构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回答啊 因为今天我在答题 海边的朋友啊 尤其是学海洋科学的 学航海科学的朋友 比我更了解这一个部分啊 我就在这个地方办门弄斧了啊 好 那么今天这个小五老师给我的这个弄槽这个题目啊 他借用的是一个自然现象的人文行为啊 自然现象的人文行为 那么这一个词往往在后面有一个后缀啊 有一个后缀还是一个名词啊 叫儿啊 弄槽儿 这个词大家应该就比较熟悉的了啊 弄槽儿一般讲的就是在每一个时代啊 每一个时代产生的大的变革所带来的 呃 这个变革初期啊 对社会产生的这个冲击 嗯 而在这一个冲击过程中 能够敏锐地感受到这种能量 涌动 并且敢于投生其中 那这部分人啊 就被称为弄槽儿啊 弄槽儿 呃 这个词我认为应该是包大于匾啊 包大于匾 它更多的是人类迎接未来的一种包扬啊 人类应该有这种呃 叫做呃 拼搏的这种精神啊 拼搏的精神 为什么这样讲呢 嗯 以中国近代啊 大家比较耳熟冷详的情况来看 在我们的这个 邓老人家在南海边画圈的那一刻起啊 中国改革的大潮就开始涌动了啊 就开始涌动了 呃 至少大家知道这么几个大的浪潮啊 第一个部分 就叫 把投机倒把 第一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 这个转变的 过程中 把握住了这一个 社会动态和脉搏的 这个群体啊 在那个年代呢 叫个体户 叫万元户啊 叫个体户 叫万元户 呃 不要小看这个腕子啊 也不要用现在的这个数字概念去 恒定这个腕啊 在当时中国最大的钞票面值 是十元啊 是十元 而且这个十元大家一定要非常深刻的去理解它 呃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六十年代的前期啊 前期 就是五十年代末到六五年前后的这一段时间里 中国有一段非常非常艰苦的时代 叫困难时期啊 或者叫三年自然灾害 然后再加上 苏联 撕毁 这个中苏合约以后的逼债啊 所以那个时候的中国活的是无比无比的艰辛啊 艰辛 那个真叫艰辛 饿死人是真的啊 饿死人是真的 那是一种叠加 既有国际环境的原因 也有自然灾害的原因 还有 我们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 尚未缓过进来 就必须要面对 这个美苏两个大型集团 对中国的各种各样的 这个压榨啊 那个时候中国人啊 平均啊 人均占有资产 就只有十元钱啊 只有十元 十元钱 在改革开放 开始的时候啊 也是我正好在 上大学和这个中越自卫反击战以后的那段时间啊 我们已经算是 赋予阶层啊 赋予阶层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拿的是这个 军队干部的待遇 相较 相较于地方呢 相对高一些啊 相对高一些 呃 呃 那个时候 呃 正连值啊 正连值啊 正连值呃 内地 部队的正连值 呃 就是52块5啊 正连那个时候是52块5 那么52块5是什么概念呢 当时中国的工厂绝大部分的工人啊 叫二级工啊 二级工 二级工国有企业的二级工 平均工资应该是在呃 要分地区啊 要分地区 这个我不不能完全背下来啊 中国分为八类地区 以成都为例啊 叫四类地区 四类地区国有企业二级工的工资 呃 正工资估计就应该是在37块左右啊 37块左右 那么那个时候37块左右就要养家活口 而且不是现在的独生子女啊 往往是要养活两到三个子女的概念 那么最富裕最轻松的家庭 基本上就是属于父母双职工啊 双职工就是父亲母亲都在工厂里工作 呃 如果都在国营的或者叫做军工企业里面工作的 那就是相当富裕的一批了 那么他们的全家的呃 呃 月收入基本上可以达到八十到九十块钱人民币的概念啊 呃 那个就是比较富裕的呃 年轻主力一代的收入 所以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大家想想这个万元户与月收入九十块钱之间的差距 有多大啊 有多大啊 有多大 那么当时有很多呃 呃大型国营企业的呃一些呃跟流通比较接近的呃一些这个呃职务的这个呃先知者 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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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 或者叫做生产资料补给的这个供货的这个部分的人 都称为采购 还有一部分人呢 就是后勤管理的这部分人 他们也涉及到有市场购买的这种行为 那么往往这一部分人呢 由于以前都是属于国有或者是大型企业里边 相对头脑比较灵活 情商较高 社会关系面较广的人 那么这一部分人很大一部分人就率先的 或者踏出半只脚 或者是这个就持身裸体跳下去 那么往往呢 持身裸体跳下去的 都是在那个时代 比较成功的 当时我有一个 认识了一个这个 或者叫小兄弟吧 他是 就是现在歼20 歼20那个厂 的这个 车间生产工人 那个时候是生产那个监期 是监期那个生产的这个生产工人 总装厂的工人 他就不干预这个三半岛 不干预三半岛 那么他就是成都最早敢于抛弃 这个当时叫做比较优务的这个工作了啊 就是国家一级军事工业工厂的这个工人啊 那个叫央企现在叫央企啊 那个叫叫国家军工企业 那么他就抛弃了当时的这个二级工啊 四十多块钱月收入的这个工作 就全力以赴的 这个下海啊 在万元户时代 他就已经可以在成都非常有名的那一个商业区 叫村西路青年路的那个商业啊 就开始以他自己这个倒腾服装 和自己生产服装的这个方式啊 在那个地方购置店面 这个购置物业啊 在那个年代啊 那么必然的 他们这一批就是成都最早的那一批 就最先富起来的人啊 最先富起来的人 那么他们那一大波啊 基本上都有青年路 村西路 以及村西路后面的华星街 这一类这个商串周围的这些 什么柯甲巷啊 这一类的这个串里边 都有自己这个购买的这个店铺 门面啊 当然 他们这一批呢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 得必须要配位啊 那么由于他们在那个年代 敢于弄逃 敢于先行 必然的 那么 他们会得到 那一个浪潮 带给他们的财富 带给他们的财富 那么由于他们最先富起来 反差 就 无比的巨大 无比的巨大 那么他们这一帮人 当然不是全部 大部分都会染上 毒 瓢 和毒 这几种 行为啊 所以前面 所以前面我们一直讲到一个问题 得要配位啊 得要配位 得不配位 这个财 即是害 财即是害 因为他具备了这么大的财力 没有足够的内心 的充实度啊 没有足够的知识 认知度 也就没有足够的自我人格的把控力 所以 所以他们很多人 啊 或者到澳门 或者到这个 拉斯维加斯 当然更多的啊 更多的是在 这个云电 云南和缅甸 老挝的这个边境线啊 的各种赌场 里边混迹 所以他们 在最短的时间内 以弄曹尔的精神 获取了那个时代的 财富 但是 由于自我修养的原因 在后来的岁月里边 必然的 就被 争灭了啊 就被争灭了 呃 今天我们的主题 没有讲后面的部分啊 今天老师给我的题目是弄曹 那么那是中国的第一个潮头 改革开放的潮头 或者叫做市场化的潮头 第二个潮头呢 就是双轨制啊 双轨制 因为当时中国的 经济 是以苏联经济为模板 而设计的 那个时候有纪委 还有经委啊 叫纪经委 就是中国的两个主要的运行 呃 调节和 呃 经委啊 负责的是 产能 啊 产能的布局 而纪委 负责的是 产能的 运行 度啊 运行度 那么也就说 那个时候 在双轨制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个市场化需求 和体制内化波的两种市场形式 啊 那么这一个过程中的弄曹尔 就是敢于突破的那部分人 他们敢于尝试 把计划类的资源资料 与市场化的需求 啊 进行 这个 连通 那么这个部分 那个时候就叫做倒批文啊 倒批文 批文就是各级政府纪委经委 对下属行业 企业啊 划分分产资料的一种模式啊 你拿到了纪委的这个分配 额度 那么纪委会给你一个 这个额度的批文 比如说你是搞纪加工的 那么 纪委根据你的产能 根据你的这个听话不听话 会给你 按季度或者按年度 或者按月份啊 给你这个 叫做钢材 或者叫做其他加工材料的这个 呃 分配的额度啊 就会给你这个额度 这个额度呢 就是以这个批文的方式啊 在显 在呃 在存在啊 呃 比如说我是一个呃 机械制造厂 我需要生产 这个拖拉机 那么我要这个 比如说铸铁啊 铸钢 我要这个 形材啊 要铜材 要线材 啊 要各种各样的 这个配套的其他物质 那么这些部分 那么纪委会根据你 这个工厂的设计能力 以及当年市场的预判预期 制定的生产计划 给你搭配啊 应该给你的这些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 有很大一部分人敢于去突破 就是把工厂里边可以 挪动的部分啊 可以挪动的部分 那么让他流向市场 那这就是倒卖批文 那么开始呢 是保证工厂完成任务的前提下 把富裕的部分弄出去 但是当这个利润越来越大 吸引力越来越大以后 那么可能就不再顾忌 工厂是否生产 能有钱捞就是好事 生产辛辛苦苦生产的产品 产生的效益 不如把这些生产资料 或者是产品的这个市场准入的额度 这个倒卖出去 获利更高的情况下 很多工厂就不愿意再生产了 这也是在那个阶段 很多叫做落后产能 这个消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和现象啊 今天我们不是展开这个社会问题 我们看的是弄潮啊 那是中国的第二大潮 第三大 就是中国 开放的对外贸易 开放的对外贸易 于是在那个时代产生的两类人啊 一种叫黄牛 黄牛 他们就是在各个城市中心地带的那个 友谊商场的门口 倒卖一种中国特有的阶段性货币 叫兑换卷啊 叫兑换卷 因为任何一个外地是不能在中国境内流通的 叫外汇管制啊 但是外国人来到中国以后怎么办呢 那么为了解决国内外购买力的问题 叫平衡问题啊 就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人民币 这个人民币就是按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啊 这个每天外汇排降 公布的那个 价格啊 以外币兑换成一种专有的人民币啊 叫兑换卷啊 兑换卷 兑换卷是干什么呢 它还是人民币的面值 但是呢 它可以在现在大家熟悉的免税店里边 购买中国的出口和外国的进口商品啊 那么这种呢 个人行为和带黑社会性质的行为成为黄油啊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现在已经熟悉了啊 所以我说官网以后对大家非常有用 以前大家不会研究这些问题 那么就什么呢 就是M2向下的 M2向下的 我们刚才讲的兑换卷是什么 是M0啊 是现金啊 人民币现金 那么什么呢 那么什么呢 就是离岸和道岸人民币指标的倒卖啊 指标的倒卖 就叫外汇倒卖 那么有些单位需要进口 但是自己不创会 很多单位出口 但是不用汇 那么不用汇 往往就要把这个汇 创回来以后 交回中国银行 然后兑换成人民币 进入自己的寄账账户 但是很多单位呢 要进口原材料 需要外汇 但是自己又不创会 于是就产生了一种 把别人创会的额度 以高于人民银行兑换价格的方式 去把他的这个汇率指标 收购过来 那么这就形成了一种专门在人民币和外地的兑换领域里 去倒腾的这个部分的人 那就是中国的第三次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外汇潮 再过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熟悉的股票了 就是资本市场的运作 就是股票 中国最早在深圳 叫中国最早的五股 就在深圳落地 当时的股票 非常的困难 非常的困难 这个深圳的政府 或者叫公务员 必须要购买自己工资一定额度的这个股票 然后呢 是银行和带有一定金融性质的这些机构 必须派出大量的人员在深圳的沿街 摆摊 摆摊 而且我的印象里边最低的时候 大概应该是九折吧 就是一块面值的股票 是以0.9 就是九毛人民币的这个价格 购买 而且当时市委市政府 还发文号召 党和干部们要带头购买 带头持有 谁也没有想到 几年以后 这些一块九毛购买的股票 会以上百倍的价格流通 那是中国的资本市场的一次弄 一次弄槽 在中国更有名的一个地方 在哪里呢 在成都 在成都 成都有一条街 街名叫红庙子 红庙子 那就是中国民间 民间最大的股票交易市场 民间最大的股票交易市场 所有拿到了国家允许股改 提文的企业 都会有一个百分比 是叫个人流通股 把企业股改过程中的股权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叫企业股 一个部分叫个人股 那么个人股部分就可以 积买积流通 于是就形成了这个中国的第一个股票的自由市场 就是成都的红庙子 那个时候就是只要敢于弄槽的 就是一个办公桌 或者一个学校上课的书桌 背上跨包 跨包里边装个现金 就坐在那个街边上 一个桌子接一个桌子 你只要拿出了这个上市公司 给你的这个股票的这个叫条 那个时候是条 张山拥有一百股 就是一个条 身份证 而且那个时候还出现一个极大的这个行业 叫什么呢 收身份证 收身份证 就是各个地方的人把农村老家三区 这些对身份证不怎么用的地方的人的身份证 用钱收了 然后用这些人的名字 去参与这个个人股的战友 那当然是前传交易的 那么那是中国的第四次 第四次 第五次 就是中国的土地指标 土地指标 首先开始的是广西的白海 广西的白海 那么现在大家到了白海还能看到 道路无比的宽阔 什么都没有 然后这个规划无比的规刃 什么都没有 但是当时凡是敢于 在当地去申请土地指标的 基本上都演化成了全国各地地方小房地产商 紧接着就是海南 海南开发 那么这是中国 两个 把国有土地 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的试点 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的试点 造就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房地产开发商 这是中国 前五次大潮 前五次大潮 那么现在呢 中国的第七次大潮 第七次大潮 即将 涌起 因为第六次 技术要求太高 进入这个潮的 弄潮而 极端的耀眼相对的这个 叫做 社会代表性不大 社会代表性不大 他们都很耀眼 耀眼就从柳传志开始 凡是跟IT沾边的 IT 这个叫做 底层的 顶层应用的这一个部分 基本上 都 也不能叫基本上成功了 就是成功的这个部分都成功了 成下去的还是多数 因为技术这个进步的过程中 成功的总是在尸体的上面漂浮 所以 区块链浪潮 是中国的第七次浪潮 是中国的第七次浪潮 好了 那么这个浪潮 从我们的习主席 对全世界宣布 区块链作为中国的国家战略 在那天起 中国 中国啊 不是我们 是中国 就已经成为了世界国家之灵的 弄潮儿 我们的国家 成了这个时代的弄潮儿 那么我们 能够听到今天我答题的所有的朋友 无疑的 你们也自觉不自觉 主动或被动的 踏入了这个 弄潮的行列 我们都是时代的弄潮儿 我们都是时代的弄潮儿 你们应该感到骄傲 也感到庆幸 为什么这样讲呢 这个弄潮儿最大的特质啊 是什么呢 他站在时代潮头 站在时代的潮头 那么这里边有两个条件 他必须要达到 第一 他能够感知到浪潮的拥挤 他能感知 第二 他敢于 第一是敢自 第二是敢于 具备了这两个条件以后 两个大前提以后 你就基本上 有了弄潮儿的条件 弄潮者啊 弄潮者必然的 收获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时代利益分配的 最大获益者啊 时代利益分配的 最大获益者啊 因为他 因为他时潮 感知到了 并且敢于 去踏这个潮头 他必然的 就站在了 时代财富分配的 前面 站在了 时代分配的前面 那么 他 能够被分配到的 失败红利 必然的就远远的超越 同时代的 平均水平 啊 他必然的 他就会 超越 同时代 分配的 平均水平 啊 这也是一种 敏锐和勇敢的 褒奖 啊 敏锐和勇敢的 褒奖 但是啊 但是 事物总有两面 弄潮者 未必成功 弄潮者 未必成功 潮越大 成功者 获利越高 那失败者 相应也就 更多 啊 就像我讲到 我们第六次啊 就互联网时代的 这个大潮 成功者 了若成心 啊 但是这个大潮 过程中的 弄潮 不比 任何一个 时代潮流的 过程中的参与者 少啊 不比 而且这一个潮头 对知识的 要求 相对 较高 所以 能够 弄潮 能够 食潮的 就是能 感知 潮涌 相对 啊 这个 门槛 较高 啊 相对门槛较高 那么我们讲到第七次啊 我们国家成为了世界民族之灵的 弄潮尔 啊 这是我们的党党中央和习主席带领我们 这个整个国家和民族踏上了时代的潮流 目的就是紧紧的去引领引领世界文明的走向啊 就是民运共同体 那么这个民运 民运共同体 人类民运共同体不是一句空话 它是在工业革命 第四次工业革命前夕啊 新的人类信任机制啊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区块链 产生以后所拥起的大潮啊 所拥起的大潮 那么我们知道 我们的所有在座的人都知道我们曾经 讲过我们的DCEP啊 那么按照国家能够对外公布的过程啊 那14年啊14年开始中央人民银行就已经开始了DCEP的研究啊 那这个研究呢是在10年对比特币研究的这个基础和延伸上而产生的 我们刚才讲了弄曹尔的两个基本的特质啊 第一个是感知啊 能够感知到潮流的拥挤啊 感知到潮流 感知到潮流的拥挤啊 第二个就是敢于去探望 敢于去弄潮啊 我们国家在党中央和习主席的领导下 我们已经在世界的潮头啊 我们已经在世界的潮头 那么作为我们在座的所有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探讨的家人 我们也同样我们被动或被动或主动 我们也踏进了这个潮头 我们也踏进了这个潮头 就因为我们率先进入了数字货币的这个领域啊 区块链数字货币 不管是主权的法币 还是现在国家定位为数字资产的另类投资选项 它都是一种新金融潮头 新金融潮头 那么这个新金融潮头就是区别于传统金融概念 传统金融模式 基于对区块链对数字资产数字法币理解 而派生出来的颠覆或者叫做改革传统金融和货币 每一个时代有时代的特征 时代的特征和当时的生产水平 社会发展水平 社会生产能力 是匹配的 我们在座的都已经学过了 我们以前讲过了货币的发展史 从贝壳开始 然后到这个金属币 铜币 银币 金币 那么每一个货币的发生和发展 都与当时的社会结构 社会生产力相匹配和吻合 银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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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进行沿海交流的难度就非常大 为什么重量太大 所以银 本位时代 也是我们国家 比较鼎盛的那一个时代 就是我们以火药 造纸 瓷器 丝绸 茶叶 去聚集世界财富的那一个时代 这是我们的宋朝 前后 当时世界的白银 基本上都流到了中国 都流到了中国 再往后 也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出现了子弟 而子弟 第一章人类的子弟 就诞生在 我现在待的这个地方 叫成都 叫胶子 现在 实际上现在把这个字已经用偏了 因为又出了个 这个熊猫 所以当时这个五牛这个卷烟厂 成都卷烟厂 虽然眼光还是比较短的 实际上他用这个胶子 是受这个胶子的 就是我们讲的货币 这个胶子的启发 但是呢 又要弄巧成拙 要去玩聪明 要把熊猫也要涵盖进去 于是就弄成了一个胶论的胶 胶艳的胶子 弄成一个胶子 有点不伦不类啊 那么人类的这一张股币 就叫胶子 它就诞生在成都 那么我们刚刚 我们今天的主题 是弄潮 所以我们不讲 点到就行了 我们不展开这个货币的问题啊 那么大家已经 进入了数字资产 和数字货币的这一个领域 进入了这一个市场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已经比我们周边的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 更多的了解了 区块链 了解了talking 了解了解了数字资产 数字金融的一些基本表征 我们由于近两年的学习 我们对talking 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 我们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 并且基于发展过程中 各种弊端 而诞生的 这个coin 以及 coin和talking也好 中芯或非中芯也好 其中最重要的指标 包括现在数字 人民币 都需要的一个 核心问题 就是 场景 能够知道场景 能够知道场景 能够理解场景 能够知道生态 理解生态的 已经就站在了 区块链技术的前沿了 应用的前沿了 我们都不是发明者 也不是创造者 我们不是技术 我们不是技术流的 我们不具备那种专业的技术能力 但是我们是这一个技术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就是生态 就是生态 就是场景 就是场景 或者说我们就是区块链技术于人类生存市场的纽带 我们就是这个纽带 我们就是站在这一次大潮潮头的一帮人 就是站在这个潮头的一帮人 关于潮头的话题 关于潮头的话题 我不知道 是否能够得到我们小五老师的认可 是否能够得到在座各位的认可 今天因为是一个叫做临时命题 我尽我所能把它展开 希望大家能够认可我的 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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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认知吧 如果说到这个话题 我们稍微的延伸一点 延伸一点 稍微延伸一点 延伸一点什么问题呢 就是生态和市场建立的这个方式啊 就叫做有效方式 我还是坚持我的那个观点 我还是坚持我的那个观点 尽管国家对普拉斯托尽 定性是传销 啊 定性是传销 但是作为生态和场景 传销的这种市场模式 无疑是最有效的 他之所以 之所以能够迅速的对市场形成影响和覆盖 能够迅速的让更多的群体和场景参与 那么无疑它是有效的 我相信我们的这个管理层会认真的去研究 认真的去这个 去对待啊 并且从中找到 一个平衡点啊 因为有效的手段 之所以有效 它就有先进性 不管它是基于人性 还是社会性 它就一定 有它的先进性 那么尤其是现在 在世界环境 已经恶劣到目前这种状态 那么需要的就是一个 对场景和生态的覆盖度 覆盖度 我是学生物的 生物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叫群诺 大家不知道注意到这个词没有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地 一个区域啊 长这种草 或者长这种生物 那么它就 这一片基本上就是这个东西 那么它的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呢 就是要覆盖 以我的总群 在这一个土地资源的表面 去尽可能的覆盖 尽可能的去占有 叫做生物里面叫做群落竞争 把群落竞争 那么一样的 经济生态里面同样需要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用生态 我想 群落竞争是一个很重要的自然现象 也是自然的提示 我们既然认为道德经 对人类社会有 这个足够高纬度的指导 而人法地 法的什么呢 就是对这些现象 对这些现象的基底 以及对这些现象基底的应用 那就是人类发展 人类文明发展的核心 总群的足够大 总群的覆盖面足够大 总群的覆盖密度足够大 那么总群的优势 就能够得到显现 那就能够得到显现 所以我坚信 国家不会把这一个有效的手段 弃之不用 那叫自断地板 自断地板 我坚信 不会犯这种昏招 不会犯这种昏招 当然 国家治理 国家治理 它是全方位的 同样的在《道德经》里面 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叫做 这大国 若喷小鲜 若喷小鲜 那国家的治理 它讲究的就是什么呢 平衡 适度 平衡适度 有效 平衡适度 有效 所以 我们不要用我们的想法 去定位和揣摩 顶层的决策 我们不要用我们的想法 去定位和揣摩顶层的决策 我在去前年一直讲一个问题 这个草莽不言 妙堂是 为什么呢 我们因为信息不对称 我们不在那一个位置上 我们没有办法全面的去思考 去 这个有效的评判 每一个决策的 有效性和科学性 以及实操性 那么作为政策和正确的制定者 管理者 他首先考虑的 还是结构的稳定 结构的稳定 所以 中央 在任何程度下 讲的都是稳 稳 稳 这个不稳 一切都是空谈 那么既然叫做 曹 曹 他也只是一种 叫做典型性的 形态 典型性的形态 我们都知道 海 这个海 海的面积是地球的 70% 任何潮的产生 他也 特定的自然环境下 特定的自然环境下 我今天比较高兴啊 我们三立家人 有人已经 这个把 这个平台建立 和项目 和传销 这个平衡 这个平衡点 找到了 我很欣慰 他今天 给我 交流了 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也是我刚才讲到的 传销 不是一个 叫做 湖水猛兽 不是湖水猛兽 比如说 我们的 我以前讲过了 我们的 这个国内最大的 合法传销 是什么呢 保险 合法传销就是保险 那么类似的 那么由于现在 这个经济形势的改变 那么某一个上市公司 公司已经开始 把这个 房产销售 以这个入职 方式来 以传销的手段 来展开 我倒觉得 这个东西 是我们 plus 目前 困困 群体 一个很值得 思考 和探索的 一个 应急的 叫做 方向 在没有 平台 没有回来之前 DCP 没有落地之前 大家 最熟悉 最有 创 创建性的 因为 这个 豪子 跟我讲过 几次 现在在座的 这些 plus 成员 尤其是在 成都群和 三类群里面 往往都是一些 团队长 那么团队长们 最大的 成功 点在哪里呢 就是他们有 很熟悉 的团队 建设 经验 和能力 那么再度 给大家 雪上 加霜 又能够 获取 震荡 回报的 这种 情况下 既 解决了 当下的 困困 又 维护了 原有的团队 拓展 新的团队 不实为一种 非常好的 这个 方式 和手段 我觉得 他们 他们的 这个思考 非常好 非常棒 好 今天 晚上 这个临时 答题 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也请 小五老师 对 你的 这个题目 这个 瓦片 是否 这个 这个 作业 是否 及格 给予评价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